中华民国驻英国台北代表处张晓月即将在12月间调任为驻澳洲代表 英国的侨界人士特别在星期五为张晓月举办欢送会 感谢她在英国四年期间对侨界的付出与关怀 当天晚上的欢送会在伦敦市中心的味道餐厅举行 来自侨界各个社团和留音学生近200人参加 张晓月的外交生涯缔造了多个第一 包括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大使 第一位女发言人第一位女常务次长等 一直持续不断的为中华民国的外交努力打拼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乔务委员兰国裕 称赞张晓月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台英关系的稳步发展 取得显著成绩 她这四年来不管是代表我们台湾在世界上发声 在外交上面争取各种的台湾的权利 把台湾的地位在国际的地位日渐提升 我们都真的是非常感谢张大使 对于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四年的英国 以及这里的侨胞 张晓月表示非常不舍 在英国待了四年也在这边结交很多好朋友 在这样的一个离别的欢送的餐会 当然觉得非常的依依不舍 很觉得说要离开这么多的好朋友 那会觉得相当的舍不得 当然也很感谢感恩四年来工作 能够顺利的推动 都是要谢谢侨胞朋友们给我的支持跟鼓励 多位侨胞发言 对晓月热心支持侨洁工作 为凝聚社团力量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 在英台湾学生会会长严世玉 还特别将晓月在任期间 参与各个活动中的照片 制成影集在现场播放 晚宴气氛热烈 大家纷纷和张晓月握手西边 并送上美好的祝福 新唐人记者文庆孙卫 英国伦敦报道